集体梅尔卡巴蒂激活集体梅尔卡巴蒂是作为灵魂家族、灵魂伴侣及双生灵魂的集体关系而向外映射表达,或是作为一座光之岛而向外映射表达,集体梅尔卡巴蒂是一个星际基地,其围绕着来自灵魂家族、灵魂伴侣以及双生灵魂之集体的关系。 灵魂意识,来自总共144位光之存有的十二芒星,象征性帝创建了那样一个仙际基地,一个集体灵魂的存有们聚集一起,并在扬伸漩涡之中融合,通过将物质身体及光体融入近合一,他们激活了那些漩涡、纵向及横向的融合都在发生,包括每一位个体的物质、身体及光体融合为合一, 也包括每一位个体融合进集体合一,融合成合一存有将意味着,在所有层面上,完成了跨次元的完美融合。 这是天堂与地球之间的神圣结合。 当相反即性都融入为合一之时,那么在灵性与物质之间的融合就会发生,灵性是由原子体来表达的,而物质是由物质身体所表达的。 当你们中间至少有三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集体的梅尔卡巴蒂才会被激活。 对于这一激活,最好选择由一位男性存有及多133位女性存有来形成组合,并进行激活。 阳生漩涡是这颗星球上的能量点,在那里,新现实将揭开自我面纱,在这些漩涡中,11.11分次元门户可能会在预定的时间之前开启。 这是由于时空物质发生了扩展及收缩,并且一个救赎过程也发生了。 这个救赎过程会由阳生漩涡的天使们所引导,这些天使又被称为火之天使。 这些天使会使用救赎之电火,来转化并移除植入物,并且也会通过个体及集体梅尔卡巴的激活来提供帮助。 他们在合一的世界里加速了集体启蒙进程,也就是集体扬升过程。 他们就像一个巨型泵,将整个群体吸进到合一螺旋之中。 在星际语言中,来自卢布尔亚纳扬升漩涡的火之天使,被称为约纳塔安阿阿尼特昂,通过这个漩涡,萨纳特·库玛拉可以传送救赎能量。 在11点11分次元门户的第一道门被激活之时,约纳塔安被锚定于卢布尔亚纳中心。 个体的梅尔卡巴激活技术是由扬升大师特胡提,贝塔胡提贝所带来的。 他的十二门徒创造了扬升十二芒星,以使得向外传播梅尔卡巴信息变得更容易。 梅尔卡巴体激活整个梅尔卡巴体激活技术,只能经由口头或心灵感应来传递。 这个技术的第一部分是可以再次被写出来,为了那些在扬升道路上走得更快的人们。 一、观想一位光之存有,一位扬升大师,他用以太光体站立于你的134头顶之上,以便他能用双脚触碰到你的头。 二、用你的意识进入到那位存有,并与他完全成为一体,成为智慧的扬升大师。 三、作为一名扬升大师,再次下降下来,进入到你的物质身体,并用你的光体的振动来孕育它。 以振动的方式发出神圣之音OM,并验出你的星际名字,如果你知道的话。 四、观想带电蓝光,正从所有的开口处散发出去。 这些开口包括你的双眼、鼻子、耳朵。 这些光创造出一个磁场,以召唤你的天使临在。 五、将你的双手交叉于胸前,并让右手盖住你的心。 想象一下,你的心是温暖的源泉,并扩展而出环绕着你的全身。 同时,以振动的方式吟唱咒语卡。 Ka6,向身体的两侧伸展你们的双手,呈开放姿态。 形成为M形状的翻转姿态。 导过来的M。 由此,你将温暖传导到你的全身。 与此同时,以振动的方式吟唱咒语拉姆、Lamchi,将你的双手放置于头上。 观想一个星际基地在你的正上方,并向正下方发送扬声柱,直到你的头顶。 与此同时,以振动的方式吟唱咒语阿拉、阿尼。 八、通过双手的移动,将扬声柱带向你的双脚。 观想它成为一个明亮的第三次元流光椭圆体,并且紧紧环绕着你的身体。 与此同时,以振动的方式吟唱咒语阿拉、阿尼。 九、用紫罗兰火焰净化你的梅尔卡巴体明亮的椭圆体。 此紫罗兰火焰是以逆时针方向旋转。 135梅尔卡巴三关于梅尔卡巴体的所有知识,都来源于大天使梅卡特隆。 它运用光之星际语言来向地球传递这些知识,也通过和谐的脉动之光来传递这些知识。 而这些脉动之光会先穿越埃及的大金字塔,然后进入到位于这个星球上的12个神圣地点。 而这12个神圣地点则组成了扬升之12芒星。 在这个时期,关于梅尔卡巴的知识非常重要,因为它允许光之导显化。 而光之导是个体光体与集体光体的对外映射。 在扬升团体中,新的关系允许意识转化到更高次元,并作为光之导显化的一个结果。 灵魂家族的集体融合会让流光的第五次元得以建立,而与灵魂伴侣关系的加深则会建立起一个宇宙之爱的第六次元场。 最后,与双生灵魂融合为合一存有,则将会建立起一个宇宙合一的第七次元场。 多次元融合将会创建一个扬升漩涡,在从第三次元进入到更高次元的转变过程中。 此漩涡充当一个震动缓冲区,它允许第五次元到第七次元,能在物理世界中现实显化,也允许随之而来的光之导被创建。 到最后,集体扬升也能得以实现,光之导主要会在第一波扬升之后被建造,第一波扬升将会发生在进入到超光速粒子带主要区域之前。 因此,在超光速粒子带的震动区域内,光之导将会被建造。 关于第二波及第三波扬升的准备工作,则会发生在光之导上。 在那里,人们可以得到所有关于扬升过程的必要指导说明,他们也能够以扬升大师的身份而生活着,并以第一波扬升志愿者而返回到地球。 另外,在地球上的星险家人与在空中的星际家族,两者的震动融合将会开始发生。 在光之导里,阿斯塔指挥部的以太星际基地将会降落于地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136物理显化而变得可见。 从光之导,关于扬升及转变于合一世界的信息,将通过媒体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因而,这些信息将会慢慢地向你们星球的每一个角落延伸。 那些居住在光之导的人们,将会展现出从合一意识所散发出的真爱。 在光之导上,将会有针对身体和灵魂的个体及集体疗愈,以太医疗技术及灵性疗愈力量的运用,将会产生神奇的疗愈效果,并使得其死回生成为可能。 光之导的成员们,将通过银河坦陀罗,不断地向融合的更深处做进一步探索。 科学家们将通过对物质振动的科学研究,来加深他们对宇宙的认知。 艺术家们将通过流光来创造出多次元雕塑。 技术人员将提供光之导自由能源。 其能源的产生是来自于以太物质普拉纳普拉尼。 因而,光之导将充当起地球上新现实的典范角色。 梅尔卡巴及显化过程 梅尔卡巴体中,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使得显化过程更加简单。 你们椭圆状的梅尔卡巴体,是一个新现实地带,在椭圆形内部。 如果你们观想一些美丽的体验,而这些体验属于合一世界的新现实, 那么它们就已经存在于心智层面上了。 如果你们感谢自己已经在头脑中创造了它们的话, 那么它们就很快在你们的生活中显化。 这是由于来自你们梅尔卡巴体的电影立场的能量支持。 你们所需要的是,将你们的意识从旧的二元性世界转变, 到合一世界的新环境下,坚持这样做,并从你们的生活中, 坚定地释放掉所有不属于合一世界的元素。 由此,慢慢地,你们的梅尔卡巴体将会在彩虹之光中闪掉, 并帮助你们创造出一个美好的人生。 137人类的头脑心智创造出了二人性。 当你们从心智状态去剥离这种认同感的时候, 慢慢地,所有心智信仰体系都开始被瓦解,被超越。 新现实将开始在你们生活中绽放光彩。 你们可以采取某种方法来摆脱这些心智模式, 就是让你们的意识交替地朝向一种心智模式及其对立模式。 为了达到效果,可以用笔交替地写下正面及负面肯定。 然后,在某一时刻,此心智模式与其对立模式将一同消逝而去, 所剩下的只有合一。 如果你们对自身所存在的每一种心智模式都这么去做, 那么合一将彻底渗透于你们,而你们就成为其化身。 这种超越二人性心智世界的过程,被称为翻角过程, 是由大天使梅塔隆特带给星星佳人的。 另外,金字塔是一种几何形状,在内部,次元门户已被开启, 这将加速翻角过程。 因此,金字塔是作为一个工具,而服务于向合一世界转变的。 与此同时,它也是梅尔卡巴提的一种象征标志。 梅尔卡巴提知识传授完成,我们与你们同在,经由梅尔卡巴提并通过冥想, 与你们的灵魂家族相遇首先,重新加强下你们的决定。 你们将会与你们的灵魂家族,灵魂伴侣及双双灵魂相遇。 然后,观想你们的物质身体会被一个明亮椭圆状的梅尔卡巴提所包围。 在其中,三层椭圆体相互嵌套着,并让流光充满它们。 在最里层的椭圆体,你们可以用第七次元的极高震动频率的流光来充满它。 最中间一层椭圆体,你们可以用稍低震动频率的第六次元流光来充满它。 而最外层的椭圆体,你们可以用第五次元的流光来充满它。 因此,实际上你们将这三个椭圆体观想为三个震动频率非常高, 但却又不相等的震动带,外部椭圆体的边界是与梅尔卡巴提的边界相吻合的。 然后,观想来自空中的一柱138流光,穿过椭圆体,并延伸到地心。 这道光柱保护了流光之椭圆体的震动频率,并扮演一个雌性吸引的角色,来召唤你们的灵魂家族。 然后,在最内层椭圆体,你们可以观想自己的双生灵魂。 而在中间层椭圆体,你们可以观想灵魂伴侣。 在最外层椭圆体,则观想你们的灵魂家族,你们的渴望会被允许自由表达。 此刻,你们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我们感知的神圣性,你们会觉知到你们与那些美丽存有进行连接的更高现实。 你们也会非常愉悦地感觉到这样的事实,给予它们的神圣融合已经存在于心智层面上了。 由此,你们也能够让它在物质世界里显化。 你们可以在任何有意愿的时候,重复做这一冥想。 这样,你们就能在光体内维持着这一振动频率。 祝你们好运。 d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